女孩捡到一枚神奇的徽章 只要触碰她一下 就可以穿越到另一个平行世界 她来到一片原野 环顾四周 远处有一座城市 但当她想再前进时 对面的兄弟准备帮朱莉捡起来 但朱莉立即制止 用糖纸包住徽章 小心翼翼地捡了起来 回家的路上 朱莉将徽章的事告诉父亲 但父亲显然不幸 无奈之下 朱莉让父亲轻轻触碰徽章 结果什么都没发生 她又自己试了试 这下她明白了 徽章似乎只对自己管用 到了晚上 趁父亲熟睡 她又来到平行世界 想去神秘城堡探个酒井 但没走两步 她就摔下了楼梯 于是她确定好方位 骑着自行车到了一片空地 在触碰徽章时 她已经来到了平行世界的城中心 朱莉惊浪 这里充满了奇特的建筑 三个小伙在空中飞 直接相撞 一个人坠落下来 但弹出了安全气囊 轻轻一碰 气囊变成紧身衣 抬头一看 地铁直接在空中行驶 小汽车也在空中急驰 她乘上地铁一览全貌 这里的游泳池直接悬浮在空中 还有人拿着电子报纸 听到车上的乘客说 他们要去二世光年外旅行 朱莉赶紧跟上 但就在这时 勋章显示电量不足 朱莉被迫回到现实 她赶紧跑回家查询 市面上有没有同款徽章售卖 果然看到一家店 在收藏这种徽章 她来到店铺 向老板娘询问徽章的事 但老板娘一看到徽章 神色大变 马上叫来老板 老板逼问朱莉从哪得到的徽章 朱莉察觉到异样 准备离开 但这时夫妻俩拿出两杆枪 朱莉瞬间吓傻了 正当夫妻俩准备解决朱莉时 一个小球从地上滚了进来 小球爆发出的威力 瞬间将两人冰冻 一个小女孩闯了进来 让朱莉跟她走 但朱莉的手被卡住了 结界慢慢融化 夫妻俩也苏醒了 朝朱莉和小女孩发起猛攻 但你别看这小女孩小 打起架来那是毫不含糊 只见她三下五除二 就把夫妻俩干掉了 原来夫妻俩都是机器人 老板的眼球疯狂转动 她已经启动了自爆程序 最后时刻 他们死里逃生 朱莉还没弄明白咋回事呢 小女孩就一拳打碎车窗 让朱莉上车 朱莉不情不愿 直至小女孩叫出她的名字 顶着个大大的问号 朱莉上了车 这个女孩横穿马路 被一辆车撞得正着 司机吓坏了 朱莉赶紧开上司机的车开溜 这时小女孩醒了过来 还以一分钟一百麦的速度奔跑 朱莉彻底崩溃了 这是个什么生物 女孩向她解释 那没徽章是她给朱莉的 因为在未来世界 有人见了不该见的东西 导致地球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小女孩物色了朱莉 认为朱莉是天选之人 但他们想去到平行世界 首先要找到博士 这个博士可了不得 小时候就爱发明 八岁时就发明出飞行器 机缘巧合之下 她进入了平行世界 还和女孩成了好朋友 但她发现女孩是机器人后 就决绝地回到了现实 三十年过去了 女孩没变 但博士已经成了大叔 还隐居山林 朱莉来到博士家 一条疯狗拦住了她的去路 但朱莉仔细一看 狗子竟然没有脚印 她上前触摸 发现这只是全息影像 她又上前敲门 还把勋章对着监控 说明自己的来意 博士非但不开门 赶紧离开 说自己不会带她去平行世界 但朱莉哪有那么容易放弃 她将博士的车点燃 眼看就要冲进房屋 博士赶紧打开她那十把锁的门 上前去灭火 等她灭完火 丽莎也趁机溜进了屋内 打开机关以牙还牙 但就当朱莉在参观实验室时 博士从地下室溜了进来 朱莉问起屏幕上的数字 博士却告诉她 这是世界末日的倒计时 朱莉一头雾水 来不及惊讶 一群机器人出现在屋外 很快便闯进屋里 但博士自有妙计 只见他俩躺进浴缸 博士按下启动键 一个铁盖盖上 机器人还试图掀开 但下一秒 两人成功逃脱 你怎么也想不到 艾菲尔铁塔 竟然连通着两个平行世界 它的底部有个秘密装置 可以将你带到另一个世界 三人正要发射 几个机器人赶来 准备抓他们 结果 火箭直接发射 来到了太空 短暂停留之后 又重返地球 但这次 时空强烈扭曲 他们来到了未来世界 好在这个装置还有降落伞 他们安全抵达 博士把一个炸弹交给女孩保管 以备不时之需 果然不一会儿 这里的首领就监测到他们的行踪 一上来就检查博士的背包 确认安全之后 首领带他们来到时空监测塔 这里的监测器 可以从时间和空间的围堵 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 但当朱莉转到未来时 却只看见了地球一片废墟 全是战乱洪水火山爆发 而她的家 也被洪水淹没 首领说 58天后 地球就会如此 人类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而监测塔只负责把这一消息 传递给地球 但朱莉猛地惊醒 她认为监测塔 是向人类灌输一种负面的理念 他们必须摧毁监测塔 不让她影响人类的理念 这样才会改变结果 他们找到首领 试图说服她 但首领无动于衷 因为她觉得 一切都是人们自作自受 博士假意认同 跟首领握手之际 将监测塔开关打开 女孩立马心领神会 准备将怀里的炸弹丢进监测塔 但身后的机器人检测到炸弹 将它抓了起来 女孩赶紧将炸弹扔给朱莉 自己牵制住机器人 朱莉站在传送台上 启动了炸弹 准备扔向监测塔时 首领按键 操纵传送台迅速下降 幸好女孩用机器人 接住了传送台 朱莉安全落地 但炸弹却甩飞出去 刚好炸断了传送器 受伤的首领死不罢休 准备给博士来上一枪 情急之下 女孩冲过来 为博士挡下子弹 最后时刻 她脑海里闪现出 与博士小时候的美好回忆 虽然她是机器人 但她却因为博士产生了感情 她让博士利用她的自爆程序 博士只能抱起女孩升空 忍痛放手 监测塔 成功被摧毁 不知道末日预言的人类 也没有被摧毁希望 所以一直认真努力地前进着 从而改写了地球的命运 一年后 博士启动了招募计划 他们要把代表希望的徽章 继续传承下去 找到那些值得相信的人 一同建设美好的明天